这是一条死亡分界线 凡是夸夸这条线的人都会立刻死亡 男人开车时无意间喘了进来 结果没走去三米 就两眼一番没了意识 失去控制的车直接撞上了另一辆车 一个小时候警察火速赶到了现场 为了查明真相 他们派出了一个临时工 但是防毒面具腰上还绑着绳子 实际剩一步步的往前走 后面的人也时刻准备着 果然在走出第四步的时候 男人也两眼一番失去了意识 众人赶紧往回拉绳子 乱兴的是速度够快 他还活着 那这个诡异的小镇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就在今天早上 小镇正在举办一场圣纳的派对 可就在十点整的时候 一阵诡异的声音笼罩了整个小镇 接着全镇的人都失去了意识 不管是室内还是在室外 就连鹦鹉和狗子都没幸免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倒在地上的大黄牛竟然站了起来 紧接着所有人都醒了过来 他们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 所有警察对小镇进行了全面搜查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可在不久后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孙夜阿伟找到了专家 说镇上的大姑娘小媳妇 全都无恙无故怀孕了 而受孕时间都是集体晕倒的那天 更可怕的是 就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 女人们就跟怀胎十月一个样 因为是同一天怀孕 所以大家的预产期也在同一天 很快神秘婴儿一个个诞生了 但有个黄花大闺女就出现了难产 在专家的帮助下 女孩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 却是个死胎 专家已需要尸检为由抱走了孩子 经过尸检 专家和阿伟发现 这些孩子竟然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 这也就是说 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 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 人们逐渐发现了不对劲 这些孩子都长着银白色的头发 而且智商都超高 才一岁就可以拼出自己的名字 在阿伟的家中 女儿小美不小心打翻了饭菜 被妈妈大声了训斥后 小美的瞳孔突然变色 竟开始了报复 这个女孩的瞳孔突然变绿 虽然妈妈就像是被控制了一样 将手伸进了滚烫的油锅里 幸亏邻居及时赶到 把她拉了出来 可下一秒 她又把手放了进去 直到小美的瞳孔恢复正常 女人才停下来 在医院里阿伟询问 妻子被烫伤的事情 可她刚想要开口说话 却再次被女孩控制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出院后 妈妈独自来到悬崖边 屋内的小美给出了一个眼神 妈妈就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悬崖 接下来小镇上诡异的事情 越来越多 而受害者在遇难前 都和这群孩子有过接触 这天学校给孩子们进行视力测试 医生不小心给女孩 滴错了眼钥匙 小女孩瞬间发出了惨叫声 门外的同伴 齐刷刷转过头 为手的小美更是踹开大门 瞳孔瞬间变成红色 操控医生就把整皮的硫酸 倒进眼里 老师不敢让他们待在学校 于是就给这群孩子 单独组建了班级 而他们外出时 总是集体行动 一个男孩搭配一个女孩 唯独后面的小帅是独自一人 因为本刚跟他派对的女孩 在母亲男产中死了 随着孩子们的年龄越来越大 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甚至还有了预知未来和独心的能力 这天孩子们一同行走时 小帅脱离了队伍 他来到墓地 寻找自己因男产死去的同伴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伴的母亲 正伤心的喝酒 小帅透过女人的意识 预知到了女人在今晚会自杀 于是他把这件事 告诉了来吊宴妻子的阿伟 这让阿伟感觉到小帅其实是有感情 于是他决定亲自教导这帮孩子 这天他上完课刚离开 一个青年工就走进了教室 大骂孩子们都是怪物 还用扫把挑衅他们 结果不出意外的发生了意外 这些孩子们眼光发出绿光 青年工瞬间就被控制住了 接着一步步走上了房顶 男人拿着枪瞄准了一个小女孩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突然感觉后背发凉了 扭头一看 是一群白发小孩正死死盯着他 突然他们的眼睛发出诡异的红光 男人看到后瞬间不说控制 将枪孔顶到了自己的下巴 这些孩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专家把阿伟带到了实验室 见到了当年夭折的孩子 不过他已经完全成了另一副模样 专家推测 这些孩子是一种生不繁衍的后代 第二天 孩子们控制司机开车撞上了油罐 现在这群孩子已经成了小镇人们的噩梦 晚上居民们蜂拥而至 他们决定要消灭这些可怕的孩子 然而在他们意念的控制下 领头的女人直接把火丢到脚下 把自己给点燃了 随着死亡事件越来越多 大量的警察来到小镇上 但他们刚把枪对准这群孩子 就被控制住了身体 开始自相残赏 看到这一幕 阿伟决定亲自上赏 他拿出准备好的皮箱走进教室 但他的异常行为 引起了孩子们的怀疑 他们聚在一起对阿伯使用意念攻击 但阿伯早有准备 他的意志力十分强大 孩子们只能看到一堵红墙 这时小帅的母亲从后面悄悄出现 想要偷偷带走他 可还是被孩子们发现了 眼看母亲就要受到伤害 小帅冲过来将领头的小美推倒 这才救下了母亲 最后两人成功跑了出来 孩子们顾不得两人 只能继续攻击阿伯的意念 随着孩子们输出的功率越来越大 阿伯逐渐支撑不住了 方过墙最终还是被攻破了 孩子们也看到了真相 阿伯在箱子里装的是定时炸弹 等他们反应过来后 也已经为时意外 就这样阿伯和那些一种同归于尽了 而小帅的母亲则带着他离开了这里 就是不知道 男孩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 会不会对人类产生危险